同志新闻大播报 在还没到6月的时候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迫不及待地发布了公告 拉开了6月同志骄傲月的序幕 今年2014年世界同性恋骄傲节 在多伦多市政厅前广场盛大开幕 据悉活动总共将吸引超过200万人次 而活动招募到的义工就多达2000多人 与世界骄傲节同步的是 一年一度的女同性恋大游行 有数千人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中心 爱伦花园参加 多伦多女同性恋游行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项活动是为了提醒人们关注 女性在同性恋社区里没有地位的问题 在塞浦路斯共和国首都 数千人参加了该国首届同性恋骄傲游行 当天许多参与者在街头挥舞六色彩虹旗 通过扩音器高喊反骑士口号 这表明这个地中海岛国正逐步走出保守氛围 第16届以色列特拉维夫同性恋骄傲大游行 于6月13日登场 在这中东同性恋之都超过10万人共襄胜举 本届游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权利支持 除了将部分路面刷成彩虹色之外 市政府大厦的一整面外墙也点亮了彩虹灯 6月27日纽约帝国大厦为了庆祝同志骄傲月 像往年一样点亮了美丽的六色彩虹灯 同一天旧金山市政厅也被点亮成六色 次日旧金山国际机场同样化为一道绚丽彩虹 第44届美国纽约同志游行于当地时间29日中午盛大开幕 本届游行为纪念全球同志运动里程碑事件 十强暴动45周年 一路上随处可见色彩鲜艳的六色彩虹旗 彩车上的电子舞曲和性感舞者 引起周围民众狂欢热舞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亚裔同志 在世界各地参与骄傲游行 在纽约同志游行中也出现了亚裔库尔团队 他们中的吉米和吴宝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 用中英双语在标语上写道 我们来自北京刚刚在纽约结婚 在整个六月除了上面提到的国家举办了骄傲活动之外 世界各地都涌起了同志彩虹潮 好了本期的国际新闻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